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這是我第四次打這個精英副本 怎麼那麼卡 哎呀哎呀我過不了傳點 好過了過了 這次有跟隊員們講好 怎麼一個人消失了 這次有跟隊員們講好就是 要打三隻 第一隻的話我們先打文醜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打這個 哇怎麼大家血太那麼快 再來就打炎兩根元少 一樣我們就是亂組的亂組的 就是有什麼組什麼 那這個是我們的隊伍組成 Librau Missio Odebu 販賣中跟Abu 哇 大家的等級普遍都不敢 有一位回去會計了 有一位回去會計了怎麼那麼快 天啊囧了 哎呀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的視頻又收了 哎呀 慘了 囧了 我覺得我這次應該要專心補 因為這次猛將蠻多隻的 那我應該可以專心補 我把這個 打開 第一招就射強命好了 囧了囧了 哎呦 那麼快就 感覺出師不力的感覺 這個點掉 有人說這個可以不用用 這個可以不用點 好就這樣子吧 這樣OK了 特董 一直強命就對了 一直強命 好坦住 身邊的朋友們 怎麼感覺打的不是特別快呀 等一下各位朋友有在輸出嗎 加油加油 我把我小兵放出來好了 這樣感覺不行啊 感覺王的鞋跳得非常慢 呀 不管不管 怎麼那麼快就收了 哎呀 好 配置 哎呀 放幾隻 說幾隻呢 奇怪這個是文醜而已 怎麼感覺像在打圓哨一樣 哎呀 天啊 不是在打文醜吧 不是在打圓哨吧 怎麼打得那麼辛苦 各位朋友你們的血跳太快了吧 怎麼瞬間就血線都來到一半以下了 呃 沒關係 我快點把小兵放出來 小兵我的小兵輸出應該也不會輸給這些 猛將 怎麼沒辦法點 這隻血剩一滴 好 沒辦法喝 沒辦法吃 好吧我先放三隻就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 沒辦法幫小兵補血 再試一次好了 不行 這樣子的話我根本打不到圓哨 放這隻 哎呀怎麼 怎麼沒有跳的感覺 配置 好 看一下 視力頻道 不要跑去吃火鍋就好 雷若收 收這個 加十以上的琴球跟三環 這是什麼 今天要播嗎 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 柯文哲出現了 今天也是打得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就是 因為我玩的時間真的比較 不一定 沒辦法跟 一些特定的 朋友們一起組隊 所以 所以 語實上來講 就是回到家 然後 零食函 然後零食煮 然後就直接就來打經營副本了 好那有過的話就很開心 沒過的話 那就 就這樣子吧 反正就是 跟不同的人 組的話也不錯 可以認識新的朋友 好那這樣子的話 總有一天有機會會把 整個遊戲裡面的人 都給他組隊過 一遍 看一下喔 也會 販賣中 他先回去了 而且他還是 啊 還是跟我一樣 等級的軍事內 就他先回家了 他先回家了 琼 可以讓他回來嗎 可以讓他回來嗎 他可以過來 他在盤河喬西 他應該在過來路上了 我剛回去快 回去那個快機 他現在在過來路上了 我看一下我已經 我打了 打了快五分鐘了 文醜的血才一半而已 我看這次這次可能就只能夠打掉兩隻而已吧 袁紹煥應該沒機會碰到了 因為要打袁紹的話必須要打敗 炎兩才可以 越打越慘 不過沒有關係 打王就是爽 就算是文醜他也是有機會掉這個氣增 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副本 副本精英 看一下文醜會掉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文醜的話他會掉全陣啊 他會掉全陣啊 這個文醜他跟 袁紹只差在這個神劍而已 袁紹最有價值的就是神劍 那他只是沒有神劍 所以打到全陣也是很開心的 先把小兵放甩一下 怎麼小兵都沒辦法一直活得好好的 一直收一直收 好這次補到四千多 好這次補到五千多 好五千多 好配置 好 OK了 加速加速 我應該要把小兵射成圍攻 有射圍攻了 我們有沒有發現到好就是 那個 這個小兵好副本的小兵重生速度啊特別的快 特別快死了就立刻 復活死了就立刻復活 所以 隊伍的組成啊最好有一隻 方式 或者是有洞鞋的豪傑 來清這個 小兵會比較好一點 方式的話有大地嘛 那 豪傑的話有洞鞋 都可以 範圍打這些怪物 那軍師的話有這個巨石跟 八陣也不錯 好 只要能夠清兵的 就是 不錯的一個隊友 沒有清兵的話真的打很辛苦 我們看一下這個小兵打人其實 說低也不低齁 一下也有快60滴喔 快60滴 蠻穩的 蠻穩的 現在已經比較穩了 大家都已經站穩腳步了 現在就差 這一位 販賣中 販賣中 他 他在這個菁英盤盒喬西 他是走不過來嗎 還是走不過來嗎 有可能離開副本就走不過來了 所以他可能要等 我們下一回合才可以參與的 很可惜他可能不小心按到 傳送回家 我在想我應該把傳送回家給他點掉 不然的話很 很容易不小心點到這個傳送回家 來看一下這個 傳送回家在哪裡 這個叫千里傳送 不叫傳送回家 好點掉 怎麼點成這個 那我點這個好了 好這樣子這樣子就不會不小心誤點 這樣子就不會不小心誤點 不管怎麼樣都是暫時沙場 而不是 不小心回到家中 士兵又收一隻了 來繼續補滿 有沒有一件補滿 這樣子好累喔 每次都要這樣點 配置 又收了 可惡 可惡 這只 還去一下 這只寫滿的 好 又又收了 算了四隻好了 四隻就好了 天啊 太誇張了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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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敗兩隻王也有難度呢 現在才 現在才打一隻王已經花了九分鐘了 天啊 我不是在跟猛將組隊嗎猛將應該是很 很會 很會清兵打怪很快的啊奇怪怎麼這次打那麼久 我們這次的隊伍組成的話是 一位豪傑 三位猛將兩位軍師 那一位軍師不小心回家了 啊有可能是差這位軍師的關係所以才打那麼慢 戰力只剩下六分之五而已 好啦再放小兵出來 治療 哎呀一直說 13 好配置 好這次 好這次應該比較穩的 就是比較穩 這個金附本好我是建議啦如果說 你有一些比較熟的朋友 比較熟悉彼此的戰略方式的話 一起打會好一點 像我這樣子組的話 真的會比較辛苦一點 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 其他人的能力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也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會想要挑戰的一定就是 有心想要打的 所以 只要心態 OK我覺得就OK了 有機會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在十分鐘以內打敗文仇的話 那就有機會打敗下一隻的炎兩了 好啦加油加油 看一下我把自動調整一下好了 攻擊的部分的話 我這個設眩燈 因為眩燈的話 他的攻擊比較高 比冰寶高 原本的設定模式是我的那個 練功的模式要調整一下 好 哎呀 九分多鐘 哎呀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跟我走跟我走 大家請跟我走過來 往上往上 這些很多 老闆娘傳訊息過來 哎呀 過不了 過不了 好 這邊這邊 大家請跟我走 打炎兩 打完炎兩 我們應該就差不多了 沒有機會打到元少 好 好 好 各位朋友過來過來 請過來 好過來 哎呀啊啊 掛了 掛了幫我復活一下 有了有了有了幫我復活了 好 好復活復活 好 可以復活可以復活可以復活 可以復活的是可以復活的 我自己手點那個牆壁好了 哇太誇張了莫名其妙就掛了 我們前面就掛了 感謝你們感謝你們幫我復活 我真的很傻眼 莫名其妙就掛了 這個小編打人到底多痛啊 哎呀 你們應該去打旁邊的那個工兵啊 工兵一直在射啊 哎呀可惡 抽空打一下打死工兵 我叫他們打工兵一下 清工兵清工兵 清工兵 公兵你射我啊 你看我一直被射小編的血跳很快 好有沒有聽到拜託去清一下工兵 有了有了有了 有一位 那個利巴拉烏他走過去了 感謝你感謝你 我們這次應該只能打完炎兩而已 元少的話 絕對沒有機會了 好 手點牆壁 一直點一直點 第一場 第一場的話 就是還沒進入狀況 大家可能都剛下班而已 頭腦跟爸爸一樣 都很混沌 所以 也不知道怎麼去操作 那我相信第二場應該會更好的 看一下我看一下剛剛打到什麼東西 看一下喔 說不定有寶物 也沒有寶物啊 三皇大刀兩把 一個神鐵 然後最後一集是強化素材包 是不是有人沒吃轉運服呢 應該不會吧 大家都想要打到寶應該會吃 哎呀 爛的 而且都沒強化 算了 唉唷 收編了收編了 有人掛了 我這個 這個分身很強 一點點的分身很強 看起來我昨天 組的隊友們 還比今天的強度高一點點 比較高一點點 昨天的話沒有打那麼辛苦 這支按錯了按治療才對 一直有訊息跳出來我忘記開那個勿擾模式 手點強命手點強命 設定的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才對 奇怪有一位猛將一直沒有復活 可以幫他復活嗎 我幫他復活一下好了不然他躺在地板上很可憐 有啊有我有自動復活了 好我請他請他們幫忙復活一下好了因為我我在補強命沒辦法 沒辦法停下來 幫幫他復活一下 幫他復活一下 我要補強命了沒辦法停下來 啊有了有了有復活了 好 好看我的我一定要 幫你們坦住啊 還有好幾分鐘還有六分鐘啊 六分鐘應該來得及吧 現在的血應該有低於十分之六了吧 低於十分之六就有機會 沒有低於十分之六就沒有機會 看起來很安全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打到比較好的寶物 目前的話我總共打了 三場嗎 昨天的話打三場那今天的話這個是第四場 目前還沒有出比較有價值的寶物 主要原因是因為 有打掉的網也不多啦 好我記得好像我第一場只有打掉兩隻吧 第二場打掉一隻 好第二場打掉一隻炎兩 然後打元少就過了 那第三場的話是要打掉 炎兩根元少但是 沒有寶物 這是不錯很順喔 自己復活要起保史元寶了 好他自己復活的嗎 天啊你太感動了吧你自己復活的 太感動了吧你自己復活 哇 看到這個信息快哭了 看到快哭了 快快哭了哇太感動了他為了要跟我們打完這個經驗復本他自己花了750 銀元寶復活 我太感動了太感動了 對不起我不是我不幫你復活啊是因為我要一直按著這個強命喔一直按這個強命 因為我只要停下來的話 其他人都會掛喔 我看一下喔 我只有我一位就是有學這個命療提升的 豪傑而已 的補師了 補師那另外會的話那個等級還沒有到還沒辦法學 所以我的補量的話算是最高的必須要不斷的補 可是另外會補師也非常的禁止我們我們可以看一下他不斷的在放這個命療 那個破頭結界 避免大家有陷入這個異常的狀態 非常感動 不過這個小兵好在太難清了我們會看到 全部活著的小兵都是工兵 可是我們的技能範圍根本沒有那麼大根本打不到這一群工兵 只能夠一直站著讓他們射而已 沒辦法我看一下有幾隻喔 我打個格一下齁 123456789 1011 1234567 18 24 我剛剛大概數了一下24隻 24隻工兵一直在射我們而且都沒辦法清掉 那24隻工兵假設說 一隻的攻擊力是50好了 顯示在我這邊的傷害是50滴嘛 一隻50的話那 他們一次的傷害就差不多1200滴 哇這很可觀喔 這等於我一次的一個 強命療的一個補量了 所以這個小兵好是真的一定要清好沒有清的話 太辛苦了 不過 還好沒有再生了好像到一定量之後就不太會再生小兵了 所以最慘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吧 好我先跟那個 這隻不知道吃不吃得完 放心 放心 的啦 放心的啦 等等等等販賣中 販賣中 加入更穩好 因為他不小心 回去了不小心回去了 好不停的按這個 強命 一直按強命 現在大家已經熟悉這樣子的痛絕了 剩下兩分鐘 兩分鐘 兩分鐘 如果真的來不及齁我應該會 也幫忙輸出了幫忙輸出但是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很穩 最後一分鐘的時候 我再把一些 那個補量就是 輔助的部分把它做一下調整 那現在的話先不要 先穩穩的打 其實要玩遊戲第一件事情應該就是要把這個 手機開勿擾模式 不要再 讓那個 公司 公司的事情 影響到這個心情 好 這樣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密室有說他早上有看我的影片 我非常感謝你 看我影片的好像 好像都沒有人 打到寶 好 有啦也是有啦 也是有 所以 你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你有機會打到寶 好 這次打完我們就回家吧 因為真的來不及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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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結束了 喔 OMG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喔 嗯 神鐵金剛 昆仑先跑 迅雷攻 好吧 就這樣子打完了OK 謝謝大家 拜拜來不及了 絕對來不及了 拜拜 待會第五場見 看看